在看到那个签名之后 那个老女人就彻底地陷入了癫狂 嘴里细细碎碎的 不知道嘀咕着什么 有一大堆都是来自额连的图语 还有更多的是脏话和辱骂 很快 她死死地抓着那一张纸 等着血红的眼睛 竟然不管阴言和怀尸了 笔直地冲向了船舱里 在她手中 那一只早已经死掉的鸡 已经被她捏断了脖子 粘稠的鲜血自她的脚下滴了一路 阴言不敢一个人留在怀尸跟前 赶忙跟了过去 而怀尸也远远地跟了上去 想要知道她去做什么 为什么那个名字 会让这个老女人有这么大的反应 很快 她就看到了 在餐厅里 那个疯女人和自己的那位可怜的哥哥纠缠在一起 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她的尖锐嗓音 你骗我 你一直在骗我 她好像疯了一样 死死地摇晃着自己老到随时快要断气的哥哥 愤怒地尖叫 你知道那个诅咒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将要面对什么 你这个骗子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而那个可怜的老头原本坐在轮椅上 正抓着勺子喝粥呢 如今被她如此拉扯摇晃着 完全喘不过气来 剧烈地呛咳着 脸憋成了青紫色 就连麦片都从鼻孔里喷了出来 怀尸远远地看着 完全搞不明白 那个名字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白官王的名字 怀尸 在他的脑中传来爱情疲惫的叹息 那是白官王亲自所书写的留言 就好像你接到的那一封信一样 自我们上传的那一瞬间开始 就已经落入了白官王的计划之中了 怀尸愣了一下 玄机如坠冰窟 自己何德何能 被这种大佬算计啊 别说算计 那种大人物看他一眼他就死了 连气都不带喘的 何必呢 我记得你随身的装备里带有炼金工具 对吧 爱情忽然问 会制作物化剂吗 这个简单 不论石槐师还是泛海鑫都会 毕竟是炼金术要用到的基础消耗品 很好 我要需要你现在立刻回去 按照我的吩咐 加工一件东西 怀尸听完 忍不住傻愣在原地 这种东西 有什么必要吗 印证一个猜测 快点 怀尸 快点 爱情沙哑泥喃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一刻钟之后 怀尸再次回到了餐厅里 只做物化剂的过程相当简单 甚至不需要点火 只需要将几种粉末和液体 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就行了 若是不追求极限效果的话 甚至比例都不大讲究 刚进来 他就看到角落中老肖他们 正紧张地看向四周 看到怀尸 就招手让他过去 这时候的餐厅里 已经快要坐满了 人生鼎沸 毕竟所有旅客 在最初的慌乱之后 本能地想要抱团取暖 哪怕不能互相信人 依旧会向人多的地方汇聚 然后茫然地交换着彼此的看法和不靠谱的留言 虽然失去了所有的船员 但万幸的是 在检查过后 他们发现 食物的储备相当丰富 甚至足够他们 这些人在海上过大半年 只不过 饭却要自己煮了 而船 依旧在开动着 就仿佛进入了无人模式一样 在脱离了船员的掌控之后 依旧在象征 目的地航行 速度反而越来越快 他们此刻 已经在茫茫的太平洋之上 再无退路 在经过人群的时候 怀尸看到了阴言 他依旧 陪在老女人的旁边 各种甜言蜜语 不要钱地往上甩 看来是铁了心地 要巴结上这一根 有些年头的金大腿了 但他却没有看到 那个叫做海拉的女孩 他不知道去哪了 落座之后 怀尸看到老肖他们复杂的神情 也不做掩饰了 干脆直接地说出情报 所有船员都是人造人 船长的身上 有一张让他罩着读的稿子 落款是白官王 信息量太过庞大 一瞬间的冲击 竟然令老肖和雷飞周反应不过来 就在他们愕然的时候 餐厅角落里 骤然传来一声闷响 好像什么包里的瓶子碎了 紧接着 一缕银色的雾气 就从其中喷涌而出 转瞬间在窗外吹来的风里 疯狂扩散 那是消酸银 足足耗费了 怀尸库存的二分之一 足以毒死一只 吸血鬼的含银液体 随着雾化剂的爆发 瞬间扩散 覆盖了整个大厅 可分量却稀释到了 好像吃了一口芥末的程度 怀尸不知道 爱情究竟想要做什么 但依旧选择了赵作 现在随着雾气的扩散 剧烈的嗆壳声不断地响起 怀尸下意识地扯起领子 捂住了脸 不是为了防备毒气 是为了防备自己在银毒刺激之下 突出的全齿露线 可紧接着 他就看到了 在那一道只会刺激黑暗生物的银雾笼罩之下 整个餐厅里 亮起了一双又一双星红的眼瞳 触目所见 剑术是那种猙獰的红光 随着银雾的侵蚀 有些脆弱的伪装 崩裂开一道缝隙 于是 泄露出一丝丝宛如血浆一般的恶臭 和纯粹的阴暗气息 那一瞬间 怀师终于发现 不是他们几个是潜藏在人群之中的怪物 而是整个船上 所有的乘客 都是黑暗生物 一瞬间 那些原本麻木的 苍老的 或者呆滞的面目 变得灵动又猙獰了起来 那些垂垂老蚁 或者木气沉沉的眼瞳 也随之迸射出猎食者的寒光 所有的谎言 在这一瞬间 都被撕碎了 随着他们身上的伪装一起 仿佛没有预想到这样的结果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只有怀师听见了爱情的叹息 果然是这样 早在KP提到1620年 他就应该想到 1620年 正好是在美洲普系建立前夕 彼时被触落的陈兴 曾经的天国父君 往后的白官王 已经飘扬过海 在新的大陆上 立起了自己的国土 一个属于异类的乐园 只可惜 这个乐园空空荡荡 同地狱和天堂一样 怀师听见了爱情沙哑的低语 而这艘船上 所有的人 恐怕 都是他为美洲普系 所选择的成员 一瞬间的死寂 紧接着 更加嘈杂的喧哗声 吞没了一切 混乱到来 原本 怀师因为 这可能是 帕拉萨尔苏斯的 什么危险的图谋 比方说 用异传的人 去炼制人造的闲者之时 却没想到 这已经不是 地方黑老大的犯罪计划 也不是犯海心 师 怀这个工具人 能够干涉的范畴了 忽然之间 直接上升到国际的层面 甚至比这个还要夸张 这令他在一瞬间 完全不知道 应该怎么样了 不能这样吧 就算是社团招人 也不过是在大学广场上 支棱个桌子 然后发点免费礼品 请学弟们给个面子 改日光临 怎么忽然之间 就抢买抢卖 强行拉人了呢 随便上了一艘船 就改了国籍 这谁受得了啊 况且 我还是卧底呢 这王八蛋 就不怕招心招到二五仔 到了时候给他一刀吗 怀世低声问 不要揣测那种程度的人 会做何打算 怀世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视角 已经和我们这些凡人不同 甚至命运和时间 也不过是他们的玩物 那他还给范海欣 这种二五仔发船票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爱情漠然地说道 当他发出这张船票的时候 就断定 范海欣将会成为 美洲普系的一份子 发自真心地追随在自己的左右 那一瞬间 怀世不寒而栗 这一切 真得在白光王的掌控之中吗 包括范海欣和帕拉塞尔苏斯的恩怨的话 那么 是否又包括四五百年之后 回到了这一艘船上的自己 那些超越了时间的王者们 是否在时光的尽头 冷眼观赏着这一场别角的滑稽剧呢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 餐厅中的喧嚣和混乱 已经扩散开来了 当所有人隐藏在外表之下的面目暴露开来的时候 所引发的混乱 从一开始的惊恶质吻 已经变成了推散和斗殴 尤其是天生不知道什么退让和理解的黑暗生物 情况在越演越烈 直到惊叫声自窗边传来 所有人愕然回头 看到了朝阳的光芒 如此温暖 如此温柔 映照着碧蓝的大海 显现出淋淋波光 配合着轻柔的海风 简直是完美的一天开始 可很快 怀世就发现了不正常的事情 那光芒在迅速地暗淡 自一开始的柔和 迅速衰弱到宛如风中残竹一般的程度 可更令人恐惧的是 原本正在缓缓升起的朝阳 此刻竟然开始了坠落 好像想起今天尾号现行 于是刚刚出门的太阳开始倒车入库 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光辉从人间收走 直到最后 瞬间隐没在海面之下 时光逆转 黎明前的黑暗到来 可这一次 再没有天光亮起 黑夜吞没了一切 唐大的邮轮骤然一阵 迸发的轰鸣在黑暗中航行 急迟在无光的海洋上 就好像渐渐沉入了深渊那样 餐厅中寂静到来 无止境的黑暗 并没有给这些在活跃在黑暗中的异类们 丝毫的安全感 相反 一种深深的恐惧 从所有人的心头浮现 随之而来的 还有突如其来的领悟 或许是因为旧熟的太阳 已经将它们抛弃了 这个世界正漠然地凝视着它们挣扎的模样 恶笑着等待死亡降临在它们的头上 卡文终于好了一点 今天仍旧是一更 我再整理一下剧情线索 争取明天回复正常更新 感谢大家伙 这两天的包容和等待 感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